今天老师跟我说,今天说天气热,说三十度。 哎呀,我说三十度就说热呀。 在88年我们上泵府去半斑呢,最低的时候是三十五度。 一般都是在三十八度,三十九度,四十度,最高到四十二度。 在泵府体育场练功啊,一棵树也没有,一棵树也没有。 就那个在太阳地下这么晒着练,什么事儿也没有嘛。 八九年咱们在办暑期师生班的时候,在施亚装扮班呢, 师团招待所,院里边也是一棵树都没有, 就在太阳底下晒着这样练功。 到最后呢,同学们练功的效果非常好,非常好。 而且在休息的时候,有好多同学,那同学呢,有小学生,有中学生,有大学, 还有老师,那个暑期师生班嘛,暑期师生班是七月二十号开学, 七月二十号开学,正好在那晒着, 而且要休息了呢,有的同学就不动态,就坐在那晒着,就坐在那晒着。 大学说,哎呀,他那晒可多难受呀,就看你心里边难受不难受了。 如果你心里边觉得不难受,那么他就不难受。 你晒得皮肤热点,皮肤热跟你心里边有什么关系呀? 咱们练起功不是着重在练精神吗? 着重在练精神吗? 所以我们如果真正能够安安静静的, 在那练功,过去讲心静自然良啊。 所以我们同学们呢,如果你心里边安静下来,就要凉快了。 心里边越着急,就越热,烦热,烦躁。 所以我们同学们呢,一定要安静下来,安安静静, 安安静静。 只要你安安静静了,气才能充实起来。 尤其是我们在气候不良的环境当中练功啊, 那么效果会更好。 过去练功叫做, 冬练三九,夏练三伏。 冬天三九天, 要坚持练功夫。 最冷的时候,要练功夫。 以前练功夫可没有, 可不是像现在有室内练功场啊,可不是。 因为练武术,练功夫啊,都得有个场子比较大, 它一动动得很厉害的。 冬天三九天,练功夫了。 夏天三伏天,是练功夫的时候了。 咱们现在还不到三伏呢,还离三伏比较远呢。 如果现在我们同学们有个热热的心理啊, 咱们上一次讲课呀, 我看有的同学就往外跑啊, 跑到树林就去待一待呀。 其实呢,你就在坐在那儿。 因为你在这儿一坐,已经有个气场啊, 咱们这个大的气场啊, 我讲课本身就是在赌场了。 所以这里边你自己给自己加意念, 自己给自己加意念。 身体要舒服, 气要充足, 太阳晒也什么,还给你能量。 里边也还有气。 以前练气功啊, 有一种叫太阴功和太阳功。 太阳功就专门吸取太阳光。 太阴功呢, 吸取月亮光来练功的。 它就本身里边都有气的。 所以我们同学们, 应该时时刻刻, 碰上什么环境, 碰上什么事情, 都以一个安定的心理, 吸气的心理。 在周围环境当中的气, 往身体里边吸。 这样呢, 你就处处都可以练功了。 拉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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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